可能是當事長做得太久了 到現在還不肯辭 中廣董事 大家都在問你什麼時候辭啊 他就是不辭 可是因為董事長做久了 習慣分配工作 你現在是副總統參選人 你在第一階段生日的時候 發了好多時間說 我跟這個侯友宜的關係 我就是副手什麼什麼什麼 保姆傀儡 罵一大堆 結果你到最後又露線了 你又在分配工作了 你有問過侯友宜嗎 來聽聽 我在這邊再強調一次 賴清德不要挑撥了 我跟你說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賴清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他是我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長 所以才能大贏林佳龍46萬票 他將來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總統 那蕭女士其實在美國工作認真 我也注意到 其實我也覺得替台灣做事 替台灣做事很好 那如果我們執政以後也會重用吳 吳欣營 吳女士的長才 不管是主權居金 不管是對歐盟的外交 對英國的外交 也都會借重 借重你的能力 所以趙少康是怎麼了 董事長上身 趙少康有個趙少康宇宙 他的宇宙是有自己的排序的 好 我們他在他剛剛的聲論裡面 我們都沒有污蔑他嘛 對不對 都他講出來嘛 所以二零二四年的臺灣世界會長這樣 總統是賴清德 他講的嘛 對不對 外交部長會是蕭美琴 財政部長會是吳欣營 然後趙少康會當副總統 就這麼奇怪 就是這麼奇怪的趙少康宇宙 對不對 他胡說八道一輪嘛 他把政策發表會當成 我坦白講 柯文哲第一場政策發表會 他當成政策發表會 我也公開講不對 你不能完全都沒有政治 一定有政治當然來抓標 可是趙少康宇宙 你也不能完全沒有政策 全部都在打嘴炮 變政論節目 也不對 過猶不及嘛 你還是要把你的理念 你的願景講出來 可是問題是 你也不能全部都像趙少康 就做政治的攻擊 恐怖 變笑話 這一大塊 另外一塊 趙少康 所以他休息的時候 應該有人提醒他 所以他在第三階段說 其實侯友宇政見很多 我準備很多 還不及講 還不及講 光罵人就用過時間了 不看嘛 對不對 他就哇 我老趙 需要被這種滴滴刀大小事 上去臭罵一頓就好 對不對 這一定是有人提醒他嘛 對不對 可是狀況是這樣 我先拉他 他說 因為這件事很重要 我叫袁瑋 他說我的父母 我的秘書 都因為肺腺癌過世 很多年輕朋友 不抽煙也肺腺癌 這些都跟空無有關 民進黨的非核家園 怎樣怎樣 就是他去連結 民進黨非核家園 跟很多人的肺腺癌有關係 我先不講這個是不是事實 我特別去查他的父親 他父親是2011年 好不幸離開人事的 那時候是馬英九執政 那時候民進黨沒有推非核家園 他的母親是2016年被診斷出有飛行案 也是馬英九執政 就是那個時間點是你完全不能 你坦白講 民進黨在陳水扁時代並沒有真的推非核家園 真的把非核家園變成一個政策 之前叫神主牌 後來叫能源政策 是在2016年蔡英文上任之後 才開始做了這第一件事 你拿你的父母來做這件事情的消費 我臺下我已經覺得很不可思議了 你怎麼會不記得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你怎麼會不記得是誰執政 對不對 更遑論民進黨推了非核家園之後 火力發電的比例沒有增加 他增加是天然氣發電 天然氣發電不會造成空污 會造成空污是火力發電 因為他燒煤才會有PM2.5 這應該很好理解吧 你怎麼可以把很多人的傷痛 作為你攻擊民進黨的武器 所以你如果沒有戳破他父母親往生的時間點 很多人就覺得說對啊 你就反核啊 去搞一大堆火力發電啊 大家就用肺來犧牲啊 對啊 原來是這樣子 這是我比較特別講 而且民進黨政府坦白講 他們拿來補所謂核能的 一部分是天然氣 另外一部分是風力跟太陽能嘛 民進黨從來沒有說要拿火力發電補核能喔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要講清楚嘛 這是第二塊 第三塊賴清德還在糾纏在賴批寮上面 拿出賴清德的權壯那個老家 說二百二十八瓶 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我想說你是眼睛業障重嗎 哪來那兩百多瓶啊 我就算他兩百多瓶 我說全台灣都是賴清德老家好了 照他這樣算 沒有 我就說兩百多瓶好了 那邊一瓶多少錢 兩萬多 兩百多瓶多少錢 五百萬 五百萬柯文哲收那個 侯友宜書房桌 收幾個月可以買到 三個月 三個月就買到 柯文哲那塊地 我爸算十五年收租兩千多萬對不對 那塊地你知道限制多少錢嗎 農地 官埔 兩億 因為那塊地隔壁一塊農地 四百多瓶賣一億一 他七百多瓶賣兩億 剛剛好而已 吳姓營的宇宙觀是 小時候喝Johnny Walker 長大會買不起房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群人 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不對 小時候都喝Johnny Walker 大時候我身邊很多朋友 買不起房子 是怎樣 小時候喝太多Johnny Walker 所以長大買不起房嗎 按照吳姓營的時候 那個應該是 那個是白蘭蒂的時代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台灣喝酒 我經過台灣之後 四十年來我都喝酒 你知道嗎 那個年代應該不是Johnny Walker的時代 我要糾正瑞德 可是小時候我喝養樂多 小時候沒有人喝Johnny Walker 啦 誰小時候喝 你的小時候跟他的小時候不一樣 誰小時候喝Johnny Walker 吳姓營你告訴我 小時候 坐在跟爸爸去麥當勞 拿公杯 公杯 一杯Johnny Walker 未成年不能喝酒 還要拿骰棕 坐一下 你先跟媽媽喊六個六 夠可能 孩子我要我對你的這個期許比較深 然後長大要搶救王玉昌到這個程度 然後長大 長大說買不起房 因為小時候喝太多Johnny Walker 功課都沒有好好寫 這不是這文稿誰寫的 有一個正常人的腦袋 會把Johnny Walker寫在總統裡面的這個 薑膏裡面嗎 我不要講小時候 會不要隨性發揮 老了也不會寫進去 你怎麼會想個牌子 這是亮點 你看看 什麼亮點 你們就忘記討入主權基金了 你們就鎖定在Johnny Walker